工人党秘书长毕丹兴 质疑副总理在这个时间点 提出这项动议的动机 他说 在我国尊重法律的前提下 诉讼还没走完法律程序 就仓促提出这项动议 行动党政府必须说明背后的动机 针对副总理今天的动议 毕丹兴表示 工人党对动议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议员行为准则没有意义 但对第二部分 也就是要求刘成强和林瑞莲 回避市政会财政事务 他无法认同 他说 两人是否需要回避 最终得由市政会理事来决定 毕丹兴也强调 他对刘林两人在市政会的领导能力 有着绝对的信任 毕丹兴也表示 这起官司的上诉期还未结束 国会不应该在现阶段 期节司法程序 毕丹兴也表示